它是哈萨克这个民族的一个三弦乐器 这个乐器它属于中音乐器 它的声音没有说那么透亮 但是它很美 大家好 我是音乐人吴俊德 现在是担任旅行者乐队的谭波乐和其中一位主唱 刚才我弹的这个乐器 它是汉语说叫谢尔铁 它是哈萨克这个民族的一个三弦乐器 哈萨克的最早的乐器应该是一个叫Kobbs 就是一个拉的一个弦乐 基本上以前的时候是在做萨满仪式的时候 就由萨满来用那个乐器 还有就是东布拉 东布拉是当时有个阿拜东布拉和阿庚东布拉 它有两种东布拉 最后他们又衍生出了很多的乐器 包括这个前世代然后这个三弦 因为哈萨克这个民族 它是一个游牧民族 也是狩猎的民族 所以基本上它的很多乐器都会用到皮子 就是牛皮啊或者是野兽的一些皮子 像这个琴呢就是说它这边就用了一个牛皮 它会比那个木头的声音要更柔和一些 然后这块木头呢它是整个一块木头掏出来的 然后把它掏出来以后上面蒙了皮子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声音没有说那么透亮 有点发懵但是它很美 比较适合演绎一些优美或者忧伤的一些乐器 它同时也可以演奏一些比较有律动的一些节奏的 一些音乐和乐曲子都可以 就大家可能看到我的琴上还挂了一个就是羽毛 一样的东西可能觉得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哈萨克人大部分它是用两种羽毛 一个呢是用天鹅的毛 哈萨克的女孩子呢她会在平时盛装的时候 头顶会带着一个天鹅的毛很漂亮白色的 还有就是在乐器上挂的呢就是猫头鹰的一个毛 因为我们会说夜音歌唱 夜音歌唱因为它是很委婉很好听 而且在夜色中呢就是人显得更安静的时候 那时候听到的琴声呢是更美的 因为它在那个羽毛上面的那个纹路啊 阿拉伯文字是非常相像的 所以呢也是他们哈萨克人的心中的一个所谓的图腾吧 所以他们会把它作为装饰挂在董布拉或者是这些乐器上面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美非常美的乐器 它而且很有东欧的这种特质 它的音色出来 它包括它的和弦啊什么 我就觉得也符合我们在新疆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环境和这个状态 这个三弦呢它其实也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 就是东布拉因为它是比较适合一些委婉的或者节奏很快的 就是这种啃腔有力的这种节奏马蹄啊或什么的时候 它的那个音色呢就更适合 但是像这个琴呢就是它会比较演奏一个柔和一点 就是快的也可以 但是它出来也没有东布拉的那个铿腔的力量 其实没有那个 它还是有点那个懵的感觉 它不是像东布拉要出来就像马蹄的那个声音 战斗的那个声音就会更强烈一些 它就适合弹一些 其实创作对我们来说就是我可以拿任何一个乐器都可以创作 就是不管是拿着吉他或者东布拉或者拿一个豆腾 只要你有一个动机弹出来以后 它都可以创作作为你的原创的一个动机 只是说每一个乐器的特质不一样以后 你在编曲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的音乐 比方说我们还住在新疆离西伯利亚很近 那边冬天有冰雪的一种感觉吗 寒冷和冰雪 那么我创造的一首歌 有可能我会在里面就加一段巴扬 或者是那个首分琴的东西 比方说是一个俄罗斯小调的那种 旋律小调 或者是和尚小调的 你出来了以后 它加上那个乐器以后 它马上那个冰雪的那色彩感就出来了 这个乐器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在你创作的表面 你写了一首歌里头 如果它很适合就是说它的这个特质 它的这个声音 我就会把它加进去作为录音 我会用它 这个乐器呢 既可以作为伴奏 就是演唱 也可以作为独奏乐器 能说出口的那都不是痛苦 分出来的话呢 这个乐器它属于中音乐器 它只有在大乐队里头 它有起到它的一个作用 我比较喜欢就是它的音色以后 我会拿它作为 我一个独奏乐器来弹 这样的话 它会变成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音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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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音乐的一部分 我音乐的一部分 我音乐的一部分 可以把他的商 tornado